好了,你現在聽到的是神芒第一線 謝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說說肥佬禮 為什麼要說肥佬禮呢? 肥佬禮當然在赤柱 但是在這個世界有不同教區 十個天主教的書記和總主教 搞了聯署 促請香港特區政府 即時無條件釋放黎智英 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很有趣呢? 究竟他們知不知道這十幾個主教 知不知道肥佬禮是什麼罪 肥佬禮呢? 其實現在 當然他第一件事是被控串謀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來危害國家安全 他正在被控告的 還有就是組織參與多項非法遊行和集結 這個非法遊行和集結已經是聚成了 所以肥佬禮才會在赤柱 肥佬禮是 但是肥佬禮有些國安案件還沒處理 好了 這十個主教 為什麼要 特區政府即時無條件釋放黎智英 當然有些說法 有些說法就是黎智英是政治犯 究竟黎智英是不是政治犯呢? 我一定要說 老實實 我不認為黎智英是一個政治犯 那 那 這十個天主教書記 他們說什麼呢? 其實他們很有趣 他們不理會法律 不過是這樣的 他們專科是宗教 專科不是法律 宗教和法律 其實嚴格來說是拘捕不起來的 還有天主教和嚴格來說 他們也不太尊重法律 有些情況下 我只是說事實 天主教之前有很多醜聞 都是因為他們不尊重法律而起的 好了 這個 對不起 我有時候忍不住笑 因為他說 黎智英 堅守信念和信仰 挑戰專制壓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什麼叫做挑戰專制壓迫 組織參與多項非法遊行或集結 這個已經是 老實實 已經是合理的監禁 我一定要講清楚 囚禁這個肥好禮 他還有有煽動的人去 他被判坐牢 其實有什麼問題呢? 19年那件事 他害了多少人 你不可以說 他是堅守信仰和信念 你就可以說他是無罪 兩件事 還有他是不是真的挑戰專制壓迫 其實這個 嚴格來說真的不是挑戰專制壓迫 很認真地說 他做的事情 就不是挑戰專制壓迫這麼簡單 如果你只是挑戰專制壓迫 就不會搞到這麼嚴重 是不是 如果單純是挑戰專制壓迫 好了 這十個天主教主教 其實他在星期二的時候已經發了聯署信 他說 香港政府自稱維護法治和尊重言論自由 但是要黎智英面臨多年監禁 這一定要說清楚 沒有關係的 維護法治和尊重言論自由 和黎智英面臨多年監禁 是沒有衝突的 黎智英是不是單純因為 他亂說話 而被困在監獄 他不是 肥佬黎不是單純是這樣 他有做其他事情 他還有其他事情 當然現在還有國安案件未審 有些資料我覺得會公佈出來 大家可以看看他究竟做過什麼 現在當然我不會說他國安案件如何 但是他不是單純 堅守、信念、信仰、挑戰、專制、壓迫 他不是這樣 所以有些事情一定要認清這個事實 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欣 感謝主教聯署 黎崇欣更好笑 他相信只要繼續提供支持 黎智英很快就會獲釋 這件事我看到就覺得很可笑 這麼容易 你覺得可以獲釋嗎 因為還有一件事我還未審 是不是 那是哪十個 教區的天主教神職人員簽的呢 第一個就是美國紐約的 教區主教 Timothy M. Dolan 這個叫做多蘭書基 另外呢 就是在印度的 叫做Trivandrum 他們的總教區大主教 叫做 臂士Leos Klamas Toktuncow 還有八個總主教 就是Sydney Vancouver Sydney 溫哥華 在立陶宛的 這個 維爾紐斯 還有這個 英國 Southwark 還有愛爾蘭的 Rapport 還有 尼日利亞 Yumuachia 的主教 還有 美國 他的地方 叫做Winona Rochester 還有這個 美國軍中服務總教區 有美軍的秀映 不是 是美軍裡面的總教區 這件事搞成這樣 其實很瘋 那麼 那麼 輝日人類美國共同體 就說 天主教會很多時候 都是罪犯出頭做避風堂 但是你要知道 黎智英為什麼會坐牢 一定要說清楚 黎智英 因為組織參與 2019年8月18日 8月31日 10月1日 2020年6月4日 的非法遊行或集結 他是一共被判囚20個月的 另外 有另外一宗案 就是 他是 裁定了他組織和參與 未經批准的 集結 那麼 他這兩宗案 都是判他12個月 那麼 黎智英 就提出上訴 要求推翻定罪和減刑 那麼 那麼 同一宗案裡面 有李柱銘和何俊仁 他們都提出了上訴 其實 上訴庭在去年已經 開庭了 那麼 今年8月14日 就已經裁決了 裁決了他們 當然是上訴 失敗了 其實是 那麼 肥佬黎還有另外一宗案 就是 今年年底 就會有一宗 案件在上訴庭 就是 6月4日 煽惑非法集結 煽惑那部分 這個就是 今年的 月底 今年11月月底 就會在上訴庭 另外 還有其他的 就是 三間公司 串謀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這宗案件就是 國安法的案件 其實已經在審 了 國安法的案件 當然 有些資料當然還未公開 有些事情是遲些會做的 那麼 政府有回應的 特區政府 就說 企圖干預 香港特區的司法程序 以促使任何被告人逃避應有的司法審判 都是公然破壞香港特區法治 作出任何有意圖干預或妨礙司法公正行為 或者發表該等言論 或者作出有同樣意圖的行為 聽著 有些事情我早就警告過的人 極有可能構成刑事滅是法庭罪 或者妨礙司法公正罪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 不要亂罵罵法官 就是這樣 有理據不是不能批評 但是 如果是用一些很感性的持眼 什麼皇冠 放生黑暴 那些 你要有理據才行 有很多人說這些是沒有理據的 其實是 有很多人完全是沒有理據 從早到晚說 九官 那些 嚴格來說已經是滅是法庭 其實 叫人家做九官 那就是滅是法庭 這件事當然是有時間搞的 那 肥佬黎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幫他發聲 當然是他的兒子幫他奔走 這是黎仔幫他奔走 但是他幫他奔走 可能是加速他父親 被判長期的監禁 可能 現在看得到 黎仔去做的事情 因為有些事情 老實說 你現在找到那些人 其實真的是 是外國的人 你要看看 如果 你是 我現在換位思考一下 我覺得我是黎仔 這樣才算 如果要救父親 別人告你勾結外國勢力 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如果你要奔走 就是要為父親奔走 那你一定是 找回境內的人去做 找回唐人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找回中國人 是不是 如果你要奔走的話 因為你之後 現在結果 弄了出來 就是 為黎智英發聲的 全部都是外國人 就是 你現在 是否幫忙 坐實了 你是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是不是 搞得你父親更容易 有時間 去處理呢 這個是 就是 現在看到是這樣 就是 你去外國奔走 他 某程度上 如果他真的想救他父親 他這樣做 就真的救不到他 你想一下就知道 現在更加坐實了 他是 有外國勢力在後面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黎智是想他父親死的 就是 肥佬黎 才是生了一個不孝子 就是我的看法 這個粗錢的看法 某程度上 是送他父親 快快快去判他坐牢 其實 那 話說話說話說 就是黎智根本想害父親坐穿路 他叫他坐單牢 就是 肥佬黎 就是 肥佬黎 他真的是慘 他創辦了坐單牢 現在真的是坐單人的牢房 真的是坐單牢 哈哈哈哈 你老婆 哈哈哈 肥佬黎 還要他父親 他的兒子 不好意思 他的兒子還要害父親 應該這樣說 唉 真是笑死 那 正響angel 就是幫忙 證明勾結外國勢力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要找人奔走 肥佬黎 放他 你找曾玉成說一下 對吧 你游說曾玉成 游說一下 拿正牌的民建聯 那些 找周浩頂 哈哈哈哈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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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真的是大禍 好了 那算是說到這裡 肥佬黎這件事 當是花邊看看吧 不過特區政府是 嚴正譴責了 堅決反對和強烈不滿 這些外國天主教領袖 作出顛倒是非的言論 那特區政府就強烈敦促 該等外國天主教領袖認清事實 但是很奇怪 有些事情其實 特區政府可以多說一些 不是啊 現在告他們是哪些 你們說的那些 哪些不合理 對吧 現在只是說 應該立即停止干預 香港特區內部事務 以及香港特區法院 行使獨立審判權 這樣 有些事情真的奇怪 好了 算了 那麼 克斯汪就說 李仔是孝子來的 送老爸一程 那就不知道了 don't know 肥佬黎那裡 其實呢 他就慘了 現在 應該是被他兒子滲了一段 你說國際的關注 可不可以 令肥佬黎放出來 是不可能的 我告訴大家實情 如果 如果 李仔到現在 還沒看清楚 他就是弱智的 所以我覺得 他某程度上 也會害他老爸 害他老爸 那 Sylvia Leung說 宗教和政治應該分開 理論上是 但是實際上 很多地方都 不是真的分開 好了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其他話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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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